当时我是买了两个西瓜 他们帮我挑了一个 我在外面然后自己拿了一个 当时就是天快黑的 快下雨了那个时间点 然后可能走得比较急 我也没有看 把那个人家挑的那个切开 吃的还挺好的 这个不是放到昨天晚上 把那个标签揭开 我才知道原来坏得这么大 当时我都挺无语的 最后自己快笑死 这种我之前只在网上的图片 有这种类似 没想到真实发生了 以后我要买水果 我都要一个一个 给他们接掉那个标签 我要看一下再买 如何挑选一个甜甜的西瓜 首先西瓜也分男女哟 长长的是男生跟水利 圆圆的是女生跟甜哟 接着是皮皮 西瓜常年坐在地里 与土壤接触的这块 就算是皮皮了 如果颜色很浅发白 那说明是生瓜蛋子 颜色较深发黄 才是熟了的瓜哟 继续看肤色 这个很好理解 外表光亮的一般都是小鲜肉 还没有手套 颜色偏暗的 哦呦你看就是老瓜了 还有看发型 你看什么看 西瓜的头顶有疼 如果像猪一把 弯弯露的 是低差 瓜会甜一些 如果是直直的 就是第二差的瓜了 最后就是听声音了 以前乱拍都是装谱作样 其实是分高中低三个音的 生瓜带子听起来 算高音 熟了的瓜听起来 算中音 而熟过头的瓜 那就是 是低音了 那你平时就是这样写诗瓜的了 不是啊 我一般就问一下 问啥 放手吗